世界天天都在变 人、物、时间、空气都在变 本来这季节不应该有雨 居然这时候就下雨了 这就是气候反常 便是有种种特殊缘故才变的 像火山爆发 使地里的一股蒸汽压力 蕴藏已久,聚集而爆出 海啸是海里的水太满了 所以水就往外流 洪水为灾,这都失变 气候时节若是反常 象征着将有事情发生 人反常了就是神经病 气候反常了就是气候发神经病 这不是好现象 在这种种灾病丛生之时 我们要好好用功修行 化力气为吉祥 消灾结成平安 如果再不好好修道 气候改变时 人也会不正常 当人有心理变态 就有问题发生 所以学佛法的人 在变化期间 要特别用功修行 或特别多念佛 持咒 诵 诵经 有力量 就多做点善事 所谓得大愿意孝 在这个非常时期 要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最要紧的是 不要发脾气 一有脾气就是变 人想在生死中了生死 就要出一番力量 出力量就是 无论做什么事 都往真的去做 遇到横一坎 可也不动心 不发脾气 这是栽培心上帝 涵养性中天 若能如此 就能补天地的不足 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一个学佛求法的人 要深深研究明了 不要执着一切是一切物 一切一切若不执着 就是解脱 还有执着 就不能得到自在解脱 看破就是明白 放下就是解脱 能解脱 才能有真正的自在 没有解脱 就不能自在 子不在就是他在 他在就是妄想纷飞 按字一解释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宣宾夺主 主人翁没有当家 注意这点 主人翁不当家 就是颠倒 什么事都没有规矩了 放下就是解脱 就是在戒律里毕业 在规矩 烦恼 无名中毕业了 毕业得到证书 就叫解脱 解脱才能自在 若自不在 若自不在就是他在 贼来了 将你家里珍宝全偷了 他包括无名 妄想 烦恼 天魔外道 妖魔鬼怪等 你若不看住自己的家 就将被他人所侵犯掠夺 所以要注意小心 一定要自在 但先要看破 真明白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若愿罪障戏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就是自在 做得主 若更深解释 子不在 就是佛性不现前 而魔王坐殿 被六贼侵犯 想回来也回不来 以天到晚 打贩五戒的妄想 虽没有真正去作曲 但却时时去打贩戒的妄想 这不是愚痴是什么 这是子不在 而被贼侵犯 自在才能做得主 子不在 就做不得主 何留就随境界转 何而不留 就不被境界转 所以 修行没有旁的 只在自己身心性命上 用功夫 什么事都要明白 那就不会做糊涂师 而能知行合一 喧哗伤人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